说到港姐,大多数人的印象都是美丽、聪颖、出身良好,有的更是出生于大富大贵之家,物质条件优越,但这位港姐却没有如此幸运,她的人生极具戏剧性,她就是张玛丽。 1952年,张玛丽出生于香港,她的祖母来自英国,因此有四分之一外国血统。 年幼时,张玛丽深目卷发,依稀可见外国小姑娘的模样。 六岁那年,母亲带她到热闹的街上,然后一个人悄悄离开,留下孤单的小孩,在人海中茫然四顾。 从此,张家少了一张嗷嗷待哺的嘴巴,香港深水部多了一位衣衫蓝绿的流浪。 这段时间,居无定所的她,过着常人难以想象的悲惨生活。 千金难买少年穷,颠沛琉璃和居无定所的生活,磨练出了张玛丽坚韧的品格。 小小年纪的她,在面对现实的时候,已经懂得了命运无常。 而对于童年经历,张玛丽从不隐藏。 她说,未尝过失去的人,很难明白拥有的珍贵。 没有经历的人呢,很难理解人生的精妙。 上世纪六十年代之后,香港经济开始腾飞,像张玛丽这样的街童,开始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八岁那年,张玛丽在好心人的资助下进入了保粮局。 在这里,她不仅有了安身立命的场所,更重要的是有了学习机会。 在这个新天地中,她迸发出了昂扬的斗志,不仅学会了绘画、写作、音乐、表演、商业管理等专业技能, 还学会了英语、日语、韩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等多种语言。 而张玛丽在这里十三年,最重要的一刻来自美国一位女士。 这位女士和丈夫常来看望孩子,她们带张玛丽去西餐厅吃饭。 而她在餐厅里跑来跑去,还横躺在椅子上。 女士批评说,如果你不这样做,谁都不知道你是保粮局的孩子,可偏偏你这么粗鲁。 张玛丽大为震惊,从来没有人教过她这些。 此后,她格外注重礼仪,一直保持优雅得体。 从八岁到二十一岁,张玛丽用十三年的光阴学到了安身立命的本领。 毕业之后,她成为了香港驻尼日尼亚领事馆的一名外交官。 这时的香港已经成为了亚洲四小龙,经济发展势头强劲,文语产业芳心为爱。 邵义夫将香港小姐的举办权从丽池叶总会接过来之后,力争将港姐打造成香港的一张名片。 当时港姐是嫁入豪门的跳板,民间流传着这么一句话,冠军选老婆,亚军选女友,继军小妹妹。 上世纪七十年代,香港传统保守,选老婆极为讲究旺夫相,要求面庞挺瓜,下巴圆润,鼻头饱满,端庄且不失秀美,而张玛丽刚好符合了这些特点。 在此背景下,张玛丽报名参加了第三届香港小姐选举,并且希望通过比赛前的课程,训练自己的口才,仪态,化妆等方面的能力。 没想到,无心插柳柳成音,没背景,没有前有名之人,在背后支持的张玛丽,竟然一路过关斩将,势如破竹地夺得了冠军,而且,她还被誉为港姐史上最传奇的冠军。 奖品是两万港币和一台电视机,不过这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位昔日颠沛流离的街童,经过十七年时光雕琢,逆袭成了名满湘江的港姐冠军。 她说,没有信心,我就不会来,别人问其他家里,觉得自己会不会得冠军,他们都说不会,我就直说应该会赢。 夺冠之后的张玛丽并没有像其他家里一样,顺时进入了演艺圈,或是嫁入豪门,而是拿着奖金修完了工商管理的大学课程。 张玛丽参加港姐比赛时已经23岁了,这个年龄夺冠的港姐史无前例,再加上传奇的人生经历加持,一时之间。 她成为了演艺圈的宠。 然而张玛丽并没有被突如其来的名利蒙蔽双眼,进入演艺圈后,她加盟加一电视台,从编导开始做起,后又加盟力的电视台,先后做过了主持人、思宜、编剧、导演、演员等多种工作。 《狼心如铁》、《大白纱》、《天残变》等影视作品,展现出了张玛丽不俗的表演功力。 《绳之以法》、《一生于你》、《百分百张玛丽》等综艺节目,彰显了她不可匹敌的控场能力。 不为人知的是,张玛丽是张国荣第一个合作的女星。 1977年,一头长发的张国荣刚刚出道,在电视剧《鳄鱼类》中客串,而张玛丽在这部戏里演她的妈妈。 张玛丽也唱歌,出过一首《鸣叫当你见到天上星星》的单曲,这首歌后来被买下版权,改名明星,被罗文、黎明、刘德华、郭富城、梁朝伟等巨星翻唱过。 在演艺生涯末期,她拍摄了《朝花夕时》,之后就告别了《银亭》。 剧中,张玛丽饰演一名教授的妻子,影片时空错乱,爱情和伦理缠绕不清,十分有看头。 因为演技精湛,她十分受观众欢迎,但没想到却从此再也没出现过在《银亭》前,令观众大为遗憾。 1980年,张玛丽转战其他领域,在报纸上撰写专栏,出版了《港姐字述》、《美丽的回忆》等书籍。 1989年,她在香港艺术中心包罩龙画廊举办了人生第一次画展,又应约在深圳和广州举办个人画展。 后来,张玛丽成立公司培训形象和领仪,成为该领域的资深人士。 因为自己曾受助于福利机构的经历,张玛丽很懂得感恩与奉献,对慈善公益事业很上心,也是第一个获封香港十大杰出青年的港姐。 她还随同国际救援机构扶贫,足迹踏遍新几内亚、缅甸、罗马尼亚、孟加拉国、泰国、印度等国家,并用镜头记录了这些国家儿童的苦难。 感情中,张玛丽最令人津津乐道的是和李忠琛博士的爱情,两人是在香港理工大学读书时认识的。 李忠琛毕业于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彼时是香港天文台的助理台长,后来升任台长。 作为一名科学家,李忠琛拥有知名度,但与弟弟相比,只能算小巫见大巫,因为他的弟弟是大名炳鼎的武打巨星李小龙。 李忠琛曾和香港著名女作家林燕妮结婚,后因性格不合分开。 1980年,她和张玛丽步入了婚姻的殿堂,而之后,张玛丽就安心地在家过着相夫教子的生活。 在这段婚姻中,张玛丽挂上了李小龙嫂子的标签,并且生下了一子一女。 哪知道了上世纪90年代,两人感情破裂,最终在1995年签字离婚。 幼年时被父母留下孤身一人,成为了张玛丽心中永远的痛,中年时和丈夫一别两宽,又给她带来了巨大的打击。 但这个倔强的女人并没有屈服于命运,而是开始了和命运的抗争之旅。 离婚后,张玛丽在美国认识了建筑师余文平。 余文平对张玛丽一见倾心,紧追到香港,最终她们喜结廉里,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成为母亲之后,张玛丽对生母的恨意见笑。 2003年,通过美国的亲朋好友,她找到了85岁的母亲。 而到现如今,张玛丽谈及已逝的双亲,两眼勤泪,只是这泪水,不再是怨恨,而是恋恋不舍。 之后张玛丽开始复出,加盟了香港影视圈相对较弱的新城电台。 秉持的就是对这份工作的情怀与热情,在电台主持了26年。 2020年,有情有义的她,惨遭电台送来的大信封。 由她主持的节目,百分百张玛丽被喊停,两周后正式结束,张玛丽不舍得。 所以表态,宁愿不收钱做节目,然而电台的回应是不收钱都不用你做,等同将她炒掉。 新城电台此举,也并非针对张玛丽一人,她不过是被裁掉的主持人之一。 关于新城电台大幅度裁员的传闻一直盛传,传闻中,主持人以及幕后工作人员成为了被裁员的对象,所有的全职主持人要重新签约。 若是无法接受新合约,可以选择离职,而张玛丽应该就是只是其中一位。 其实对于张玛丽而言,在新城电台做主持人,不是图收入,就如之前所说的,做久了便产生了感情,这才有了不收钱也想做的想法。 之后张玛丽在社交平台上拍片,吊达惋惜之情,直言自己就是被炒鱿鱼了,不过她表示自己很乐观,经济没问题,完全不靠电台工作创收,只是想借节目分享生活。 虽然张玛丽现在没有什么知名度,曾经活跃在演艺圈的时候也没有什么代表作,不过一直都很努力,也有自己的公关公司,生活安稳,收入稳定。 如今七十多岁的她,家庭美满,生活的幸福快乐,这个曾经不被命运善待的可怜女孩,凭借勤劳和努力,终于逆流而上,活成了自己最想要的样子。 新城电台大地震,有DJ全职转兼职,每集民事转合作行事,使至减薪酬与员工福利。 张玛丽为新城主持百分百张玛丽,逢周六晚上九十至十一时,今日她在Facebook宣布节目要说再见了,明日19日是Mary和您说再见的特别专辑。 她留言在新城担任主持26年,离开感到不舍,她又回复网民,应该无讳再席新城电台服务了。 张玛丽拍短片亲自公布节目被取消的消息,她先提到今年疫情令身边的老板,打工仔朋友好惨,自己是老板一时打工仔。 她为新城打工,她意想不到是主持的节目要被取消,严格来说是被吵,后来知道很多新城同事也要离开了。 张玛丽坦言感难受,因为节目做了26年,她生活OK并非靠这节目挣钱,但享受每个周末可以播有制宿歌曲并跟听众分享正能量的生活片段,觉得是福气。 她甚至提出不收取酬劳也可以继续工作,或新城回复,无收钱都无时你做,她相信电台是要转换新模式。 1952年,张玛丽出生于香港,她的祖母来自英国,因此有四分之一外国血统。 年幼时,张玛丽深目卷发,依稀可见外国小姑娘的模样。 六岁那年,母亲带她到热闹的街上,然后一个人悄悄离开,留下孤单的小孩在人海中茫然四股。 张玛丽栖身在楼梯,天台下,那里四面透风,暴雨和台风来袭便无处躲藏,最可怕还是挨饿,时长两三天厘米未尽。 有一次,她饿得前胸贴后背,眼看熬不住了,幸亏好心的餐馆老板送来热乎乎的插烧饭,才捡回一条小命。 千金难买少年穷,颠沛琉璃和居无定所的生活,磨练出了张玛丽坚韧的品格。 小小年纪的她,在面对现实的时候,已经懂得了命运无常。 而对于童年经历,张玛丽从不隐藏。 她说,未尝过失去的人,很难明白拥有的珍贵,没有经历的人呢,很难理解人生的精妙。 上世纪六十年代之后,香港经济开始腾飞,像张玛丽这样的接同开始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八岁那年,张玛丽在好心人的资助下进入了保粮局。 在这里,她不仅有了安身立命的场所,更重要的是有了学习机会。 从灌风露雨的楼梯间,到有吃有助,能学习的保粮局。 张玛丽仿佛找了一个新天地。 在这个新天地中,她迸发出了昂扬的斗志。 不仅学会了绘画、写作、音乐、表演、商业管理等专业技能, 还学会了英语、日语、韩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等多种语言。 而张玛丽在这里十三年,最重要的一刻来自美国一位女士。 这位女士和丈夫常来看望孩子,他们带张玛丽去西餐厅吃饭。 而她在餐厅里跑来跑去,还横躺在椅子上。 女士批评说,如果你不这样做,谁都不知道你是保粮局的孩子, 可偏偏你这么粗鲁。张玛丽大为震惊,从来没有人教过她这些。 此后,她格外注重礼仪,一直保持优雅得体。 从八岁到二十一岁,张玛丽用十三年的光阴学到了安身立命的本领。 毕业之后,她成为了香港驻尼日尼亚领事馆的一名外交官。 这时的香港已经成为了亚洲四小龙,经济发展势头强劲,文语产业芳心为爱。 邵逸夫将香港小姐的举办权从丽池叶总会接过来之后, 力争将港姐打造成香港的一张名片。 当时港姐是嫁入豪门的跳板,民间流传着这么一句话, 冠军选老婆,亚军选女友,继军小妹妹。 上世纪七十年代,香港传统保守,选老婆即为讲究旺夫香, 要求面庞挺刮,下巴圆润,鼻头饱满,端庄且不失秀美。 而张玛丽刚好符合了这些特点。 在此背景下,张玛丽报名参加了第三届香港小姐选举, 并且希望通过比赛前的课程,训练自己的口才, 仪态,化妆等方面的能力。 没想到,无心差流流成音,没背景,没有钱有名之人在背后支持的张玛丽, 竟然一路过关斩将,势如破竹地夺得了冠军。 而且,她还被誉为港姐史上最传奇的冠军。 奖品是两万港币和一台电视机,不过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这位昔日颠沛流离的街童,经过十七年时光雕琢, 逆袭成了名满湘江的港姐冠军。 她说,没有信心我就不会来, 别人问其他家里觉得自己会不会得冠军。 他们都说不会,我就直说应该会赢。 夺冠之后的张玛丽并没有像其他家里一样, 顺势进入了演艺圈,或是嫁入豪门, 而是拿着奖金修完了工商管理的大学课程。 张玛丽参加港姐比赛时已经23岁了, 这个年龄夺冠的港姐史无前例, 再加上传奇的人生经历加持, 一时之间,她成为了演艺圈的宠儿。 然而张玛丽并没有被突如其来的名利蒙蔽双眼, 进入演艺圈后,她加盟嘉义电视台, 从编导开始做起,后又加盟力的电视台, 先后做过了主持人、思宜、编剧、导演、演员等多种工作。 狼心如铁大白沙天残变等影视作品, 展现出了张玛丽不俗的表演功力, 绳之以法医生与你百分百张玛丽等综艺节目, 彰显了她不可匹敌的空场能力。 不为人知的是, 张玛丽是张国荣第一个合作的女星。 1977年, 一头长发的张国荣刚刚出道, 在电视剧《鳄鱼猎》中客串, 而张玛丽在这部戏里演她的妈妈? 张玛丽也唱歌, 出过一首《鸣叫当你见到天上星星》的单曲。 这首歌后来被买下版权, 改名明星、贝罗文、黎明、刘德华、 郭富城、梁朝伟等剧新番唱过。 在演艺生涯末期, 她拍摄了《昭花西》时, 之后就告别了迎评。 剧中,张玛丽是演艺名教授的妻子, 影片时空挫乱, 爱情和伦理缠绕不清, 十分有看透。 因为演技精湛, 她十分受观众欢迎, 但没想到却从此再也没出现过在迎评前, 令观众大为遗憾。 1980年, 张玛丽转战其他领域, 在报纸上撰写专栏, 出版了港姐字数美丽的回忆等书籍。 1989年, 她在香港艺术中心包罩龙画廊举办了人生第一次画展, 又应约在深圳和广州举办个人画展。 后来, 张玛丽成立公司培训形象和礼仪, 成为该领域的资深人士, 因为自己曾受助于福利机构的经历, 张玛丽很懂得感恩与奉献, 对慈善公益事业很上心, 也是第一个或封香港十大杰出青年的港姐。 她还随同国际救援机构扶贫, 足迹踏遍新吉内亚、缅甸、罗马尼亚、 孟加拉国、泰国、印度等国家, 并用镜头记录了这些国家儿童的苦难。 感情中, 张玛丽最令人津津乐道的是和李中琛博士的爱情, 两人是在香港理工大学读书时认识的。 李中琛毕业于美国明尼苏达大学, 彼时是香港天文台的助理台长, 后来升任台长。 作为一名科学家, 李中琛拥有知名度, 但与弟弟相比, 只能算小屋见大屋, 因为他的弟弟是大名鼎鼎的武打巨星李小龙。 李中琛曾和香港著名女作家林彦妮结婚, 后因性格不和分开。 1980年, 她和张玛丽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而之后, 张玛丽就安心地在家过着相夫教子的生活。 如果这样发展下去, 张玛丽和李中琛这对的爱情故事, 绝对是一段令人称现的演艺圈佳话。 在这段婚姻中, 张玛丽挂上了李小龙嫂子的标签, 并且生下了一子一女。 哪知道了上世纪90年代, 两人感情破裂, 最终在1995年签字离婚, 幼年时被父母留下孤身一人, 成为了张玛丽心中永远的痛。 中年时和丈夫一别两宽, 又给他带来了巨大的打击。 离婚后, 张玛丽在美国认识了建筑师余文平。 余文平对张玛丽一见倾心, 紧追到香港, 最终他们喜结连理, 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成为母亲之后, 张玛丽对生母的恨意见消。 2003年, 通过美国的亲朋好友, 她找到了85岁的母亲。 而到现如今, 张玛丽谈及已逝的双亲, 两眼琴泪, 只是这泪水, 不再是怨恨, 而是恋恋不舍。 之后张玛丽开始付出, 加盟了香港影视圈 相对较弱的新城电台, 秉持的就是对这份工作的情怀与热情, 在电台主持了26年。 2020年, 有情有义的她惨遭电台送来的大信封, 由她主持的节目百分百张玛丽被喊停, 两周后正式结束, 张玛丽不舍道, 所以表态宁愿不收钱做节目, 然而电台的回应是不收钱都不用你做, 等同将她炒掉。 新城电台此举也并非针对张玛丽一人, 她不过是被裁掉的主持人之一, 关于新城电台大幅度裁员的传闻一直盛传, 传闻中主持人以及幕后工作人员成为了被裁员的对象, 所有的全职主持人要重新签约, 若是无法接受新合约可以选择离职, 而张玛丽应该就是只是其中一位。 其实对于张玛丽而言, 在新城电台做主持人, 不是图收入, 就如之前所说的, 做久了便产生了感情, 这才有了不收钱也想做的想法。 前段时间, 张玛丽在社交平台上拍片表达惋惜之情, 直言自己就是被炒鱿鱼了, 不过她表示自己很乐观, 经济没问题, 完全不靠电台工作创收, 只是想借节目分享生活。 虽然张玛丽现在没有什么知名度, 曾经活跃在演艺圈的时候也没有什么代表作, 不过一直都很努力, 也有自己的公关公司, 生活安稳, 收入稳定。 如今71岁的她家庭美满, 生活的幸福快乐, 这个曾经不被命运善待的可怜女孩, 凭借勤劳和努力, 终于逆流而上, 活成了自己最想要的样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